今天我们来做一道小吃脆皮炸香蕉 我们需要的是它有香蕉,一个鸡蛋 面包糠,面粉和燕麦 这次我做的是两种口味 一种是裹面包糠,一种是裹燕麦 首先把香蕉剥皮切块 先来做裹燕麦的 把香蕉裹上一层面粉 再裹上鸡蛋液 最后裹上燕麦就可以了 裹面包糠和裹燕麦是一样的顺序 裹好的香蕉可以开始炸了 油锅预热7成 放入裹好的香蕉 转中火,轻轻翻动一下 炸至金黄即可 裹面包糠的会比裹燕麦的脆一些 口感更好一些 金黄酥脆的炸香蕉就做好了 加热后的香蕉感觉更甜了一些 这是一道街边小吃 也是儿时的回忆 每一个校门口都有卖 没想到自己做起来是如此简单 喜欢吃校门口炸香蕉的朋友 赶紧试一试 以上是我们的食材表 喜欢这个视频就请点赞 关注我并订阅我哦 我会和你分享更多的美食制作